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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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歌句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把黑板推过来 上课 我们讲到福音十二处十八节 现在开始要讲元启世帝 福明 义 福明 福明尽 乃至 无劳死 亦无劳死尽 福明尽 无苦击灭道 福明尽 无智亦无德 讲到这里 无名亦有无名尽 乃至无劳死亦有劳死尽 无苦及灭道 这里基本上分作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讲缘起 这里是缘起 这里缘起等于这样再来讲 这个讲世地 这个自根的 能正的 所正的 能正的智慧跟所得的境界 先来讲缘起跟世地的观念 缘起 我们先讲缘起 缘起就是世地 缘起就是世地 只是说明的方式不一样 缘起比较像是重的 竖的 细的说明 世地是横的 总的说明 所谓的缘起 最简单的定义就叫做此故比 让人家的眼睛 此故比 此故比 其实白话一点讲就是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这个 因为是这样 所以是那样 那么就是这个叫做此故比 那么此故比底下 就分成两个 叫做此有故比有 另外一个呢 此无故比有 其实就是此故比 此无故比 就是 有 就是现象 存在 此无故比 有跟无 指的是什么 有是一种存在 那么这种存在 那么佛法主要要探讨的是生命现象的存在 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现象 那么续说就是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截 可能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现象 就是 那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生命一世又一世的轮回 为什么 是谁让他轮回 他因什么而轮回 他是怎么个轮回法 有没有办法消失 无就是消失 现象的存在跟消失 都是什么 都是一因代缘 就是有条件 各式各样的条件 那这些条件里面 那么就是他有主要的条件 次要的条件 然后有根本的条件 那么这一些 持有 故 比有 或是持有 故 比有 也可以 持有 故 比有 或者讲持有 故 比有 那一般来讲 持有 故 可以这么说 持有 故 因为有这个的缘故 因为持有 所以比有 那么这个持跟比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果 这个就是什么 如果比有是果 那持有是什么 因啊 对啊 很简单嘛 就是因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这个 那么 此无故 比无 因为没有这个 所以这个就有没有 那佛法 从有到无 我们之前讲过 佛法最重要是 怎么样 从有到无 从有什么到无什么 有什么到无什么 忘记了 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微到无微 从有血到无血 是啊 所以 他一种生命现象的存在 他一开始基本上是有肉的 就是苦的 从苦 到热 从轮回到解脱 到涅槃 那基本上 因为修行的目的 他就是要解脱 他就是要解脱 但是解脱必须要知道 之所以轮回的原因 你必须要知道 就好像你去治病 不管你是要治什么病 最重要的是要把病治好 那么要先知道这是什么病 为什么生病 用哪一些药会好 道理是一样的 你要先知道 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存在的 那么你才知道 要怎么样方法去解决它 那么这个是元起 最主要的 我们讲 但是一般来讲 元起主要 重在流转的说明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 这个叫做流转的 这个我们叫做流转 流转 当然是指生命的流转 生命现象的流转 就是我们如果把元起 从此故彼来讲 就分成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有 那么 这个是因跟果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这个 因为是这样 所以变这样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叫做流转的 就是不断不断的循环 那么这个就是叫什么 环面 就是你不要这个 你必须没有这个 因为你不要这个 你必须没有这个 这个叫做环面 那流这个其实有 我们说这个有 从三界六大来讲 它就有三种有 欲界 欲有 色有 无色有 欲界的 色界的 无色界的生命现象 它就有 但是这个都不离开 就是存有 就是生命 不管你是欲界的 不管你是色界的 不管你是无色界的 那么它都是 你的生命 是依什么而来 依业 业依什么而来 依烦恼 烦恼是怎么升起的 我见我爱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它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你见缘起 我们讲缘起跟世帝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了解 最简单的道理 叫做此故彼 那此故彼底下 就是此有故彼有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这个 因为这个消除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 生死就没有了 所以也可以讲 因为有业 有烦恼 所以有生死 有这个五印生 那这个五印生 就是代表生死 生死是代表什么 苦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缘起讲到最后 都是纯大苦 聚集 指的这个就是五印生 那么 它在探讨这个原因 一个 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生起 那为什么会消失 消灭 那么重点 生灭的现象 诸行无常是生灭 这种生灭的现象 我们不再探讨世界的生灭 不再探讨原子电子这些生灭 不再探讨树木的生灭 我们再探讨 因为跟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生命的 苦的形成 怎么样离苦 因为 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 假设 轮回不会造成我们痛苦 没有多大的痛苦 我们不需要解脱 假设 我就说假设 每一次 我的每一生 都可以保证 我像这一生这样的过滤者 其实我也不奢求解脱 我就这样过 一生一生这样过 我觉得也蛮不错 但是不是啊 你有可能会剁三二道 你看看那些野猫野狗 你看看那些被虐待的鱼 那个熊什么 你看看那你还不知道 你还没看过第一个恶鬼的 你就会害怕 你就会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有极大的风险 你是一直在受苦的 就是有极大的风险 你会一直受苦 所以你必须要赶快脱离这一种风险当中 那么你只有到什么程度 你才可以脱离那种风暴圈 脱离那种堕三二道的风险 到什么程度 最差最差要正见正上 正见正上 要不然就是我们说的 要正出国或向出国 那么你才有办法 那如果没有 我们随时有多三二道的风险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离开风暴圈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个方法 要知道到底怎么样 可以解决这种现象 就算你现在很用功 得了禅定 而且得最高的禅定 叫做飞翔飞翔 你要得到飞翔飞翔要很用功 那个定要很强 你要有戒有定 而且要很用功才有办法 但是就算你八万大劫都不受苦 八万大劫下来 你还是有可能受苦 然后堕三二道 所以这一种 这一种就是因为这样形成我们说轮回的苦 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那佛陀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当然你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生死是一种现象 可见 而且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就是明显可见的 你听或看见 周遭邻居都有 只是这种现象你不晓得 你会觉得因为大家都这样 你就会觉得大家都会有生死 哪有成了不起 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的生死是极大的痛苦 所以基本上他是要解决这一种 解决这一种生死的问题 他才去出家才去修行 可是印度那么多外道他也不晓得 因为大家不晓得生死是怎么来的 那么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比如说像苦行外道 齐纳教的苦行外道 印度那个时候奥义书 佛陀成佛的时候奥义书就已经存在了 他已经有轮回的观念 夜报的观念 但是到底怎么消除这个夜 根本夜是什么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 所以认为像齐纳教 以前是很接近的 你之所以轮回是因为你的夜 那你的夜要消除你必须受报 所以受报就是受苦 所以他就不断受苦 也是这种折磨自己 然后训练自己的心 但是这样其实没有解决到根本 那么佛法追究到根本 生死的根本就是我见 那这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的 那跟他相反的就是奥义书 他追求的就是见到真我 犯我何意 但也很接近 但还不是 还不能得解脱 那其他的前面大概都差不多差不多 戒啦定啦 可是所以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法 那么缘起是一种理则 是定也是 他就是讲地就是真理嘛 那这个缘起 后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就阿罕经讲的 我们就叫做夜感缘起 为师本他叫做爱非爱缘起 夜感缘起是从阴上讲 因为夜感召而有生死 爱非爱是从果报上讲 有爱跟不爱 就是三恶道跟三善道 那么这个果报 那么都是因为有夜 那夜是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那么把这个整个缘起的 就是人之所以为什么有苦 那么往上推 往上追究 苦到底怎么来的 苦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 无名 我们先前面讲 无名缘起 有一个上海写好了 上海写好了 十二缘起 我要写一下 写在上面 从这边写过去 你刚刚说的爱非爱 是爱的爱 是爱缘起 爱非爱 可爱不可爱的爱 这个是为世的名相 爱非爱缘起 爱非爱是从果上说的 就是可爱不可爱果 非爱就是不可爱 可爱的就是人天啊 不可爱的就是三恶道 就是讲这个一夜而有的 那么往上推 所以我们说过 重点 比有 重点的是 生老病死 悠悲老苦 这个比有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苦 我们的生命 五应赤胜 充满着苦魄 苦的逼魄 这种苦到底怎么来的 他往上推 生老死 后面 悠悲老苦 少写了一个生 不生就有老死 重新写 来上来写 是 是 名字六如初 受爱 居有 生老死 悠悲老苦 他通常最后一个就是苦 甚至最后会讲 如是 存大苦运寄己 很多的苦 聚聚在一起 有时候甚至会这么讲 我们再来引经 存大苦运寄己 就是不是一个苦 不是两个苦 是很多的苦 重点是有苦 重点是这个苦 所以持有故彼有 这个苦到底怎么来的 这些苦包含著 悠悲老 生老死 包括生老病死 那基本上都是讲生老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八苦 那么 存大苦运寄己 五云聚聚 那么这个就是苦 那么种种的苦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这个有是什么 有是什么 有是持有故彼有的有吗 有是什么 这个苦是因为有 我们是有什么才会苦 没有烦恼在前面 烦恼在前面 就是他的直接原因 就是这个苦 苦 苦 我们因什么才会受苦 有什么才会受苦 对啊 就是身心啊 这个是五云身心 这个就是生命的形态 欲有 色有 无色有 他不离开 这个就是存在 生命的现实存在 生命的存在 当然 你如果要从三世两重因果看 这个就是未来世的有 这个就是潜在 现实的存在 跟未来的潜在 如果你从这一世来看 现实生命的存在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心 苦是因为有这个身心才有苦 苦分作生苦跟辛苦嘛 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嘛 那这个辛苦里面又有苦受 又有所谓的苦 苦乐喜忧舍这些嘛 好 那么现实生命的存在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身心啊 五云身啊 那这个是未来生命的 或是未来生命 如果从三世两重因果来看 这个是未来的有 就是未来生命的潜在 还没但是他已经积聚了 积聚了你死了之后 你马上就又新的有 新的生命又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五云身 但是不一定是五云身啊 其实就是身心啊 身心状态 因为人才有五云身 那不一定 三界六道不一定都是五云身的 低级动物也许只有生根 那高级的这一些 这一些 无色界有情 他不一定是五云身 未来生命的潜在 都还没但是将会有 现在我们 如果从这一生来讲 我们就追究这个苦 苦到底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心 我才感到苦 无有大患 唯无有此生 老子讲的也一样 因为我有这个身心 我就要怎么样 我要吃 我要喝 我有病 我有老 我会有这些啊 这些都是什么 生老死 这个是生理现象啊 是不是 这个呢 这个是心理现象 由身心造成的苦嘛 就当啊 不是这样吗 那么这些苦都是因为有身心 有这个存在 那么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 只取 重点是这个取 那么取 来自于爱 爱跟取 爱就是我们说的贪爱 那么这个贪爱 那么这个贪爱也有层次上的不同 有些把它分作爱欲爱念爱乐 有些把它分作欲贪念爱可 反正就是它有不同的层次 但自己就是贪爱 那佛法的核心基本上就是无名跟贪爱 但是这个 这个是因为贪爱而有的业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那 爱 爱的加强就是取 只取 取就是只取 取就是只取 那这个有底下 我们说 我们如果从现在的生命来看就好 那未来生命也可以 基本上它就是 欲有色有无色有 那 从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看 就是说你造作的 服业 非服业 那么就会形成欲有色有无色有 天上的 人间的 三恶道的 来自于你不同的业 那形成不同的果报 那一样 通常不离开欲有色有跟无色有 就不离开三界六道了 我们说的就是三界六道 那这个是三界 那欲界就有六道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其实就是生命的实体 生命的现象 那生命的现象不离开身心 就是这样的身心存在 其实就是生命的存在 基本上才会有生理及心理的种种苦 那这个是就我们人类来说的 那么都是由于你直取 那么直取 在阿兰坚里面有时候 他把它详细解释 叫做四种取 我取 比如说我与取 那么见取 借近取 我与取 见取 借近取 爱取 我取 爱取 叫做欲取 欲 然后见 跟借近取 借近取 那见当然就是斜见 种种的斜见 借近取就是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种种错误的这种 这种修行方式 那欲取就是对无欲的直取 那主要是根本 主要是这个 以我取为主的 就是直取 但是讲起来就是直取一切法 那么直取是由于贪爱来 那么由这个爱 所以爱 从十二元起里面 那爱是根本 从爱 而对它产生 比较出众的这种直取 就是爱念不舍 爱念不舍 就叫做直取 那这个爱 这个爱 基本上是从受来 受 那么受 一般我们说的就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从这个 苦乐 这个爱就是贪爱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爱 这个是我爱 最重要的就是我一曲 然后加强版 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是我爱 我所爱 那其实就是我爱 我所爱也是从我爱来 那么这个是我见 当然 详细说它还有不同的 我们先简单讲 由我爱 由我爱而直取一切 一切与我有关的 那么 那我爱的增长来自于它 基本上这一些 识明色六路 识明色六路 触受 因为感受 因为 先讲这个 触 触是我们说 跟成事和合生触 这个是 跟成事和合生触 触其实就是我们认识 我们透过感官 我们的心思 透过感官 那么认识这一些境界 那么产生的反应 心理反应 所以叫做触 触生 受想失 触 之后就有受 受 受后面其实还有想失 触 受想失 所以有六想生 六失生 六收生 六畜生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它以受为代表 那么 我们在讲五蕴的时候 有时候翻五受蕴 有时候翻五曲蕴 我们说五蕴是 纠默罗史以前的翻译 五蕴是玄奘的翻译 纠默罗史以后的翻译 纠默罗史翻五重 但是五重接近五蕴 都是积聚的意思 蕴是集合的意思 集合集聚 因是覆盖 那么它偏重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翻译五曲蕴 五受蕴 那么这个受 基本上就是从这里 那么产生而有这个有 这个有就是身心 那就是五蕴 那从这里来讲 那么以这个受而产生 这些爱曲而有的五蕴 那么它以这个为主 那么有时候会叫做五受蕴 那五曲蕴是以这个 有这个直取 有强烈的因贪爱而有的直取 那么它会讲 集聚这一些 这一些身心状态 烦恼的集聚 那么这个受 受来自于处 受来自于处 那么后面它 受只是我们心理状态的一种而已 还有想跟思 那么这一些印象 那么就是想它是印象 种种的印象 种种的感受 那么就会产生种种的心理状态 会决定 那么它通常不离开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生死 所以生死它一定有这一部分 爱跟曲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爱跟曲 所以它就会造成生死的一直流转 它一定会造业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处基本上是 处是处境 就是你心事透过这个感官 认识这个境界 而有的一些心理反应 那另外这个处怎么来的 我们说它是心事依感官 所以就是六路 眼耳鼻舌身 色身相畏处 那么这里 这里的四元明色 有些比较复杂一点 有时候讲四元明色 有时候讲明色原始 那我们说这个明色的解释 这个六路比较简单 我们就知道六根六成 那因为感官是生起一切 因为我们的心境 基本上是透过感官 才产生出来的 那么这个佛法有时候常常讲 四元明色 明色原始 那么其他的缘起不这么说 不会说这个无明原形形 跟无明没有 就四元明色 明色原始 那这个明色通常在阿含经里面 大概有三种解释 一种就是指五蕴身 五蕴身心 就是五蕴身心 那么因为这个四是 所谓的有取四 就是这个有取四 取就是烦恼的意思 是以我见为主的烦恼 我们叫做有取 取是烦恼的总称 那么取着一切 执着一切 特别是执着这个身心 那这个是 执着这个身心的是 他一定要以这个身心为执着 就是说我们的有取是 要依这个身心 执取这个身心而能存在 心是相依嘛 就是 身是相依 就是这个四身 那么你 是要依这个身心 你才会存在 那么这个身心 也要依这个是 你才会存在 要不然你有这个身 但是没有那个是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活动啊 那是也要依这个身 他才会存在 就是他互依啊 互相依 所以叫做四元明色 类似像这样 那么你拿掉一个他就没办法了 所以他有时候是从五蕴来讲 有时候是从 就是 这个明色有时候是从 不是五蕴 就是除了是之外的受想行事 列向四四柱的这种观念 是一 色受想行而住 这个色就是色嘛 只要是这个明啊 只要是这个明 明就是 心里的一些状态嘛 这是 受想行 或是受想行事的问题 就有这两种都有 或是只是指受想行 受想行事 另外一个就是指 如果从三四两从因果看 他如果在探讨轮回的现象 那么我这一次的生命这样 那怎么样 因为接到下一次 这个就是下一次 我们刚才说未来的潜在 那么这些就是出生这一世的 那么六路以后就是开始展示 是这个生命的现象 这个生命还没出来之前 这个就是所谓的胞胎 就是我们还在肚子里面 还没完全长成的这个时候的胞胎 那么这个也有 那么大概就是这三种解释 这个世 这个世我们就叫有取世 那取当然就是烦恼 带着烦恼的 那烦恼最重要的就是我见 带着我见的烦恼 那行就是行业 一般讲身行 口行 意行 我们就叫做行业 那这种行业基本上 是以贪爱为主的行业 那有时候我们阿罕经里面讲 无名所父 爱劫所欣 无名所父 爱劫所欣 得此世生 就是讲这个道理 无名所父 爱劫所欣 写在这里 有此世生 得此世生 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无名所父 爱劫所欣 因爱劫所欣的业 产生这样有世之生 得此世生 得此有世之生 基本上 这个行就是行业 那三四两转果就是从业来讲 那无名 无名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不知无我 叫做于于我 不知无我 那么详细的说就不是 那么有的经典他很详细的说 什么是无名 不知三宝 不知四地 不知分别缘起 不知善 不知恶 不知应修 不应修 那这些都叫做无名 我们可以引经来讲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讲等下再来说 就是说 他说无名 现在先讲 缘起是这样 为什么有苦 只有故比有 讲的是苦 苦到底怎么来的 从有这个身心现象来 那身心为什么会有这种苦 我们不得不受苦 那么要老不得不老 要病不得不病 要死不得不死 愿真慰 爱别离 这个有些都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 当然天气太热 你可以吹冷气 你可以不苦 但是冷气又坏掉了 那你就要苦了 那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你可以避免 但是有些东西避不了人 就像这些 有时候没办法避免 那么生活上的 生命中的 生理的 心理的 这些苦到底都是怎么来 因为有这个身心 那这个身心到底怎么来的 那么简单说起来就是 因为你有烦恼 你有烦恼 那烦恼生 烦恼怎么生起来 这个叫做烦恼的总称 烦恼的总称 以我见为主的烦恼的总称 就是爱曲 这个曲主要是我见为主的 那贪欲 其实就是我见我爱为主的烦恼 那么由这一些你对境界的 境界的贪爱 只取一切境界 那么爱的加重版 可以叫做取 只取 那么这些烦恼怎么来的 从感官 从感官接触境界 生起的种种的感心理 心理的作用 就有所谓的爱症 这样的情况来的 那么这一些感官 为什么遇到这些境界 就会生起烦恼呢 为什么可以 难道都一定要生起烦恼吗 不可以不生起烦恼吗 那么 你之所以一定会生起烦恼 是因为 你一开始就带着无名 或是依你的业 你就不得不受苦 那么就是带着错误的观念 那么错误的观念 就会引发你偏差的行为 这些就是有偏差的行为 那就会导致痛苦的结果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错误的观念 最大的错误就是我见 有我见有我爱 我爱一定是以我见而来 那所以佛法核心 就是要断生见 断生见 你就把生死的根本拔掉了 生见就是我见 那么你所有的修行 如果没有通向断生见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脱离 轮回的风暴圈的 是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轮回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下地狱的机会 那么而且一下地狱要很久 都有下三二道的机会 都有 那你要怎么样避免 就是你必须透过种种的修行 我们叫做勤修戒定会 熄灭什么 贪嗔痴 其实就是这样 那贪嗔痴是烦恼的总称 贪嗔痴都不离开 我见我爱 那其实重点就是我见 有时候偏在我爱说 有时候偏在我见上说 偏在我爱上说 偏在我爱上说 就是调伏玉滩 那么偏在我见上说 就是要断除无名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玉滩断 也一定出生死 我见断也一定出生死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见是 我见跟我爱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它是不同的烦恼形态 好 那这里这个就是生死流转的 因无名有行 就是从无名 就是由我见带动 就开始造业 因原形有事 原事有名色 因名色有六路 就持有故彼有 持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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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到这里 持有故彼有哭 就叫做持有故彼有 那持无故彼有呢 你这个不要有 那你不要有这个 这个不要有必须不要有这个 这个不要有也不要有这个 那就是不可以有这个 很简单嘛 所以持无 所以说无名灭 则什么 行灭 行灭则事灭 所以你根本灭 后面就差不多都灭了 就算有势力也不强 真的出国 就算有它也 因为不带着无名的意思 只是稍微 那么它生死招揽的力量就不大 根本拔掉了嘛 就算会长也不久了 它一定会死 根拔起来 所以灭就是禁 就是这里讲的 就是这里讲的 无无名 亦无无名禁 先讲这个 亦无无名禁 这个无名就是这个 因无名有行 原无名有行 它基本上是怎样讲 原无名有行 原无名有行 因 原就是因 原无名有行 或是无名原行 一般是原无名行 那其实就是原无名有行 或叫做无名原行 有时候这么说 无名原行 可以讲 原无名有行 或无名原行 那一般是写 原无名行 就有行 此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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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分两个人 从无名乃至无劳死 所以这里是 无名行事明色六处处说 爱取有生劳死 有悲劳苦 是这样 那亦无无名禁 乃至亦无劳死 其实是这样 它是把 还灭的一起讲 流转的 流转的 然后还灭 你有无名 所以有劳死 那你 你有 你无名禁了 劳死就禁 那它这个无无名乃至 无名禁 等下我们再来说 先讲这个 流转的 或还灭的 所以无名乃至劳死 就是这个 无名禁乃至劳死 禁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叫做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一转 流转跟缓灭的 那个这个是 我们修行的目标 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熟 那为什么说无无名 不是 不是有缘起吗 这个就是缘起 那你为什么说没有呢 那 就是有这个 我们才有那个 那这个是有的 怎么会没有呢 你说无无名 亦无无名禁 那就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了 那修身干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要我们说 《般若经》 是要解决布派什么观念 法友的观念 法友 那么布派他认为 比如说 我们所认知的 就是我们心事所了别的这些境界 或是印象 印象 这些 那么 能够了别的 那 或是 语言所指涉的 就是我们心事所了别的这些 印象 那 他基本上 都是实有的 就是我们叫做法友的概念就是这样 比如说 这个 因为 因为有 比如说 身住易灭 那某些布派的这些学者的看法里面 身是有一个身法 灭是有一个灭法 那么 此有故彼有 就是这个法生起来 然后导致这个法生起 这个法生起 就是这样 这个法灭掉了 导致这个法灭掉了 除了这个法本身是实有之外 还有一个身法是实有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 所以他告诉你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无自信的 现象本身不是实有的 但是 依之发起现象背后有一个实有的 就有点像说 这个设法是不实在的 但是形成设法的极委是实在的 类似像这种概念 那心法也是这样 所以他告诉你 因为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那这个流转跟环面 那流转环面 告诉你每一个现象 是这样 因为这样所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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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 所以那个没有 这个没有 那么就牵涉到 这个本身的法 那么是不是实有的 那那个身面 身面的身跟灭 是不是实有的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那波勒经基本上就是 他这样的一些 就没有实有的无明 无明也不是实有的 无明面 也不是实有一个无明 那么实有一个面 包括佛 以波勒波勒密 得阿妮多罗善妙善善不提 那么也不是实有一个波勒 后面就会讲无知已无得 那么也不是实有一个波勒 那么得了一个实有的阿妮多罗善不提 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叫做 无明亦 无明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子界 好 那 世帝 世帝无苦即灭到 我们先来讲 持有故彼有此无故彼 无明行事 那么这个是苦 这个是苦 那么这个是疾 这个是苦因 那么这一些就是什么疾 疾就是积聚 积聚的这些条件 这些烦恼 所以有苦 那么你无明面 则行面 行面则事面 那么你要面苦 你必须要有方法 你必须要有方法 那方法不离开三血八正道 就是你要有真正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可以让你灭这个苦 所以佛法里面 那么 那么 原无明有行 这个是流转的 流转的 它就变成这样 持有故彼有 无明原行 来自于生老病死 游悲老苦 那无明灭则行面 无明灭 来自于苦灭 所以 那么你要用正确的方法 才能够灭这个苦 那正确的方法不离开 在这个六根 六根接近六层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 处 或是在这里 或是你可以在这里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处的时候 在产生瘦的时候 那你不起他呢 那么你六根接近六层 它一定有处 这些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那么这里的处 它基本上就产生出三种处 怎么样 要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灭 那要在哪里 就是下手处在哪里 在这个处这边 一般来讲 带着烦恼的处 基本上有三种 就是 我们叫做 可亦处 不可亦处 可亦 不可亦 跟巨非 就好像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也是像这样 那这里有所谓的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有可亦处 不可亦处 跟巨非处 但是这三种处 基本上 多数的人都是无名相应的 所谓的无名相应 就是以我见为主导的 就是在寒藏着我见的 我们叫做无名相应 那么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名相应 它重点 你要把它变成名相应 那所谓的名是什么 你知道无常 你知道无我的道理 那么虽然你还是 有人说有肉的 但是它是顺于什么 顺于无肉的 就好像你现在 观五印皆空 你还是带着我见 在观五印皆空啊 但是这种观法是 顺于什么 顺于无肉的 它还是有为的 但是它顺于无为 就是它顺于无肉的 它是顺于解脱的 你是在生死中 要解决生死啊 你是带着我见 要解决我见 但是 以泄出泄 就是你 你是顺于解脱的 一样 所以你必须在这里 在这个六根 所以一般在六根门头 要用功 叫做根律 就从这里 根先控制 那第一个要先绝了嘛 所以它告诉你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那你不是不会起烦恼啊 四明射六路出 因为你一开始就是有烦恼的嘛 你的果报 你的果报就是无名原型来的嘛 这个五印生最初就是从 这个五印生最初就是从 无名原型来的嘛 可是无名可以减啊 就是可以透过突破无名 那么你让它慢慢慢慢 那个我止我爱没那么重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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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所以断烦恼要先从饱烦恼开始 饱烦恼要先从控制烦恼开始 就是调悟烦恼 控制煩惱就是戒 调斧煩惱就是定 断除煩惱就是会 你的戒定会要是一种觉察 要是一种证见证思维来 其实就是这样 这样你才有办法 跳出这样的轮位 所以在这个处里面 它主要 不管你是可疑处不可疑处 它都是无名相应处 你要被它转成 你名相应的 它也有可疑不可疑 佛陀也有可疑不可疑 是不是 佛陀走一走走一走 很酸啊 它也不可疑啊 但是它是名相应啊 它不会这样起烦啊 是不是 那么所以你重点就是在这里转化 就是六根接近六层 就是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我们讲 缘起它主要 我常常说缘起有三种 就是第一个 治它 就是第一个就是心近乎为缘起 身心互为缘起 身心互为缘起 身心 身体跟心灵会互相影响 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心情不好 因为心情常常不好 所以身体也不好 反正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 只有孤彼有嘛 那就互为影响 互为影响 互为因缘 那么还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身心互为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境互为影响 因为环境不好 所以身体不好 因为身体不好 心又不好 心情又不好 因为环境不好 太吵了 太脏了 太脏了 那些人太杂了 导致于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影响我身体不好 或是因为我吃得不好 导致于我面黄激瘦 没有立上班 或是睡不好 所以导致 导致我的心情不好 反正这些像这样 环境 环境会影响心 心也会影响环境 因为你的心情不好 导致于没有一个人敢跟你讲话 没有一个人想要跟你做事 那就导致你会很辛苦 反正这些 那个是后面的 就是这个 这个人跟人之间也会互相影响 主要是这个心境 会互为影响 就是你的心跟你的境界 你因为这个境界起烦恼 那又因为常常起烦恼 而会常常遭感这个境界 就是你称赞心比较强 那你称赞心强 你就会遭感那个称赞心强的人 常常让你生气 真的 那你的贪心比较重 你就会遭感那一些 贪小便宜的人 常常住现在你身边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喜欢喝酒 那么自然而然 就有那种喜欢喝酒的人 会就在一起 喜欢打牌 就自然有那种 非常喜欢打牌的 那个信道教的 那么 就自然而然会感召到 很多这个同好 反正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其实是心境互为影响 心能够改变境 境也能够改变心 那这里其实就是心跟境的问题 这里其实就是心跟境的问题 这边其实是 身心的问题 这边是身心的问题 由身而来的心 就是处六路 其实也有身心 因为六路本身就有身心的问题 然后心境的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 自他互为缘情 自他 自己跟别人 这个是自己的心跟自己的境 所欲的境 当然境也有他的意思 但是这个是友情跟友情之间 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你对我不好 所以导致我对你也不好 你看不起我 你看我没有 我就看你扑扑 反正就像这样 自他影响 你尽重我三分 我尽重你五分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 自他会影响 那么这种基本上就是 我们会发现到 因为这样 所以这样 因为这样 所以那样 所以你必要改造 你要改造 所以你要发现到 我的问题在哪里 你就要常常想 我是不是 一个是因为业力 一个是烦恼 一个是习气 会导致于你的问题 不断地出现 不断地出现 那么你必须要去寻找 它造成的原因 那么不是改变你的习气 就是改变 就是调伏你的烦恼 就是你要多造做什么 善业 基本上我们说 不离开善业 善心 善缘 善缘就是改造自他 就具有善缘 那么这个本身心跟进 你就是要常常起善心 那么造善业 那么基本上在这里 大概 无名 行事 六书 出书 爱取有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很容易 就是你要知道 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找到 问题的真结点 那么一点一点往上追溯 那么它就不容易 不容易让问题一直形成 那么这个是 然后我们要讲苦极灭道 那么这个是苦 这个说来是不是极 那你要怎么样灭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 用导师的一句话来说 写在这里好了 他说 他这个讲 灭阴灭于祸 陈佛之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祭送 从根本上来讲 灭阴灭于祸 祸灭则苦灭 解脱于赤爱 现正极灭热 离苦得乐 灭盘 解脱了 我们从这个祭送 稍微来讲一下 其实他就在讲 你的下手处在哪 当然这里重点就是 你不要直取 有实在一个无名 因为他这个是法我的观念 他不是在讲这个 但是我们就依了这个来 是被人家讲一下 缘起跟四地 不过心经这里 是在解决法有的概念 无名 这现象 现象的背后 并不是一个实有的 这些都是生命的现象 生命流转的现象 跟环面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 并不是有一个 一一实有的法 包括他说 比如说四地 苦 疾 灭 道 那个部派的会认为 这个苦有四地其六形象 四地每一个都有 都有四个形象 比如说苦 他有无常苦 空 无 他这个都是实有的 那么这个有什么志 断什么烦恼 那么有苦类志 有苦法志 有极类志 有极法志 他认为这个都是一一实有的 但是波罗经 他把这一些所谓的说 这个现象的背后 他其实并不是有一个实有 他都是缘起的 我们先讲导师这个极 他说那你要灭这个苦 你要灭这个苦 比有嘛 就是为什么会有苦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为什么我要这样受苦 以前我常常听我妈妈讲 是怎么我这拍名 生家你们这不好 类似像这样 他其实就是大部分人都在问为什么 当然这个有时候是抱怨讲的话 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 通常是这样 看到别人好 为什么你就这么好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 看到苦就是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 看到好的就是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 那么很多人都问为什么 但都不去追究 为什么 他只会问为什么 他没有真正静下来想 是为什么 那缘起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些道理 你要静下来 那么好好去想为什么 那么方法错误了 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那我们多数人用错误的方法 要去解决问题 那错误的方法来自于 错误的观念 你带着错误的观念 要去解决问题 用了错误的方法 你解决不了问题 佛陀时代 佛陀不是第一个要求解脱的 佛陀时代 非常多要求解脱的人 沙门集团乃至于婆罗门 沙门婆罗门 很多都是求解脱的 各式各样的理论 就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有各式各样的修行人 但佛陀尝试的两种 就是戒跟定 瑜伽跟苦行 就偏于我们现在的戒跟定 但是这两种不是没有效 但不是根本有效 叫做治标不治本 所以佛陀才会令磨他徒 自己想办法 在菩提树下给他悟到了缘起 其实他是去追溯这些苦的根源 所以一般洋来讲 我们用这个计来讲 其实我们重点是要灭苦 所以佛法叫做灭苦之道 灭苦之道 灭苦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 就是祸 是烦恼的总称 但是 根本祸就是什么 就是火箭 我们先讲 它主要代表烦恼 在仔细来讲 苦是由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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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讲获业苦 业是由于烦恼 因为烦恼造业 因为业成熟 要成熟 成熟受报 那么他就受苦 那这个业当然主要有一手业 就是隐身六道的业 叫做隐业 跟在六道中 圆满不圆满 叫做满业 那么有这种苦 就好像说我们生人道 这个是一手果报 这个是隐业 隐身我们生人 那么身为人 是男的是女的 有浅的家庭 没浅的家庭 长得高 长得矮 那么眼睛好不好 视力好不好 那么这个头脑好不好 那么有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这些其实就是满业 那么这些业成熟了 那么他基本上就有 就有这个身心 那这个身心当然不一定受苦 你生到天上 八万大节哪里会苦 可是八万大节之后 还是会苦 这个叫行苦 那生到天上 他有他暂时的热 但是热过了他就苦 所以坏苦 那我们欲见 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 那色界有坏苦 无色界有行苦 那多离不该苦 只是苦的时间长跟短而已 多跟少而已 严重跟不严重而已 大概就这样 所以从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三界六道 那你也许说我不苦啊 其实苦还没显现 重大的苦还没有 其实他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三二道的风暴圈 所以你必须这个就是苦 这个就是苦 那么苦是由业 业是由烦恼 烦恼是由我见我爱 所以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 你如果不挑福 你的我见我爱 你这个佛法 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因为没有解决到根本问题 你不能因之得解脱 所以他告诉你 灭 你如果要灭苦 你应该灭烦恼 你应该灭烦恼 烦恼不灭 苦不会灭 烦恼不灭 苦不会灭 所以多数的人没有这种概念 他都要灭业 天天念那个灭定业真言 他要灭罪 罪就是苦 要灭罪 灭罪 灭定业灭罪 念那个欺佛灭罪真言 欺佛加持着灭罪真言 念那个地藏菩萨加持着灭定业真言 那你觉得你就能够灭 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灭烦恼 才能灭罪 灭罪就是灭苦 因为有这个罪业 或是业 那么才受苦 罪苦或罪业 好 所以你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因为它根本是烦恼 那么你的修行 没有办法降服你的烦恼 它就不叫做修行 所以佛陀有一天 跟这些比丘说法 这比丘要回去 他说你有没有去 去跟舍利佛告假 他去跟舍利佛告假 那么佛陀就跟他说 因为他知道舍利佛会教他们 舍利佛就跟这些比丘讲 你们回去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 因为他们是从没有佛法的地方来的 西方比丘 你们回去 你们家的长老 婆罗门 他一定会问你 你去出家都教你些什么 你大师教你些什么 他说什么 大师我会教我 如果你不会回答 你要这么讲 我会教我调伏玉滩 就是调伏烦恼 这个偏重在玉滩上 我爱上说 就是佛法到底教你了什么 佛法到底教你怎么修行 那么他的核心就是 他教我怎么调伏烦恼 如果这个你没有掌握 我告诉你 不管你诵经 你念佛 你拜佛 你拜颤 你没有调伏你的烦恼 那个都叫做流于形式 流于表面 很简单 你诵经 诵经是要增长智慧的 但是你诵文经 你没有增长智慧 智慧是要解决烦恼的 所以你把经典里面 那么是告诉你 是启发你的智慧的 你诵完经之后 就把这个经义文义 把智慧留在经书里面了 没有带走 那你打坐 打坐是要让你的身心安定的 安定是你对这个境界 对这种种种的境界 你不会直取 那么你专注在你的佛法上 正念政治上 所以你的心不会乱 那么打坐就是要让你的心安定 那心为什么要安定 心不安定 它就不断会受境界影响 就烦恼纷纷的生起来 所以让你的心安定 你不动乱 可是你打坐的时候心不动乱 一离开普团 那个定就留在普团上面了 没有带走 出来还是这样 还是心里面容易称恨 容易计较 对无意还是非常直取 你把你的定 光乎留在普团上面 你把启发智慧的这种能力留在经书上面 这些它并 对于你调伏 定是在调伏烦恼的 经是在告诉你方法怎么调伏烦恼的 怎么不生起烦恼的 可是你读了经 修了定 持了戒 戒是叫你怎么控制烦恼的 不去伤害别人的 那你把慢衣披上了 你就会注意 慢衣脱下来 袈裟下来 你就不注意 我现在没有披在上 你把你的戒留在袈裟上面 把你的定留在普团上面 把你的会留在经书上面 你自己本身都没有 你没有戒定位 你怎么熄灭烦恼 但是我们的修行观念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不怎么像现在很多修净土法门的 他不着重于调伏自己的烦恼 调伏烦恼这件事留给阿弥陀佛来做 我只要努力念阿弥陀佛就好 我告诉你这种观念也错的 修行留到我往生极乐世界后再做 我现在只要努力求往生就好 我告诉你这种观念也是错的 很多人这样 所以你的观念如果没有了解到说 你灭苦 如果你的修行 跟我们说嘛 就是先觉察烦恼 觉察你有烦恼 有贪心有贪心有贪心 就在这个处这边 面对境界的时候 跟别人 你自己 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心面对种种境界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人身跟心互相影响 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觉察到 我的心生起了什么 那么 就是那个生命生命的当下 你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印象 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情绪 带着烦恼的情绪 我们说我见 就是我认为怎样 我认为怎么样 那么要照我自己的 我喜欢怎样 我喜欢照我的 那么这一些不断不断的 因自己的烦恼 引申别人的烦恼 又因别人的烦恼 引申自己的烦恼 那么不断不断的这样 烦恼来烦恼去 烦恼久了变成食器 食器又产生烦恼 又造成别人烦恼 烦恼又引发痛苦 就这样不断循环 你这个关键不解决 你天天诵经 天天念佛 你的佛号 你的佛号 就是靠那一串念珠 你的定就是靠那个谱团 我告诉你不是 那个是训练而已 它不是那个形式 你一定要用到调伏烦恼这一边 你有什么烦恼 你自己要知道 控制烦恼就是戒 调伏烦恼就是定 断除烦恼就是会啊 那么你能够觉知 我什么时候起烦恼 起了什么烦恼 用什么方法消除 这个就是正念正知啊 对于佛陀教你的 不管是金刚经 不管是阿弥陀经 不管是什么 你都能够知道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次第 那你知道你有没有调伏烦恼 你透过念经 透过念佛 透过持戒 你有没有 以前不能控制的 现在有没有控制了 以前很严重的 现在有没有减轻了 以前很多的 现在有没有减少了 如果你的修行 没有透到这一边来 那个都不叫做修行 一切外表的 拿着念出 披着袈裟 看着经书 点香虔诚的恭敬 我告诉你 那些都叫做专模作样 没有实际的意义 没有实际的意义 意义不大 所以烦恼依然是烦恼 痛苦依然是痛苦 为什么 你灭 你又没有从这个地方 所以解脱于吃爱 没有我吃 没有我见我爱 那么你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有种种的修行方式 念佛 拜佛 诵经 吃素 反正种种 那么这一些都是要让你 洗灭贪生吃增长戒定慧的 如果你没有朝这个方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一定该要灭除你内心的烦恼 灭除你内心的烦恼 不靠阿弥陀佛 不靠释迦牟尼佛 你念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放光 让你的烦恼减少 你念南无妙法连瓦经 妙法连瓦经就放光 减少你的罪业 你念灭定业真言 就把你应该受的定业 把它变成不定业 你念灭罪真言 就要把你灭的罪 那么灭掉 让你不受罪了 你念往生咒 就算你有多大的罪报 你也可以往生 你盖往生碑 那么你就算你没有心愿行 也可以往生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没有 就很简单 你一般我们都在形式上 比如说你丢两包垃圾在那里 垃圾丢久了 你常常丢垃圾在那里 有空就把垃圾丢那里 有空就把垃圾丢那里 丢久了一定会产生脏 臭 那么一定会支身蚊蝇 蟑螂 老鼠 苍蝇 这一些一定会支身 那么你这个苍蝇 老鼠 脏乱 臭 细菌支身 你就会产生苦 会让你生病 会让你过得很辛苦的环境 那你怎么办 你就去买那个补蚊灯 垫那个蚊子 买那个灭蟑 灭那个蟑螂 买那个补鼠夹 补那个老鼠 就是这样啊 你要消灭它 但是就算你放佛把这些烧掉了 你再丢垃圾在那里 那还是会有 所以不管你买了多少 你买了多少 补属的 毒老鼠的药 毒蟑螂的药 那么这个抓蚊子的 那么抓苍蝇的 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用电的 用毒的 用水喷 用火喷 我告诉你 能消灭得了吗 不行 这一批死了 会马上有下一批过来啊 是不是 马上又有啊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 把那个垃圾清掉就好 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第一个 那垃圾怎么清掉 已经积那么久了 我们都烦恼积很久啊 不是说清就清呢 第一个先控制 不要再增加垃圾的量 是不是 你一直丢嘛 你今天丢两包 今天清一包 但是又丢两包 你永远点清不完啊 所以先要控制嘛 不是这样吗 控制减少 因为你现在的问题 你不能不制造垃圾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 我们不想断烦恼 我们就没有办法 马上断烦恼啊 那问题是这样啊 所以要控制嘛 先控制减少烦恼的量 不要有粗重的烦恼 先控制这个 这个是世界啊 你先控制 不要制造大量的垃圾 因为我们的生活 已经不能没有垃圾了 我们的生活 已经不能没有烦恼了 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要先控制 减少垃圾的量 而且避免制造那种 比较脏 比较有毒的垃圾 因为它对你有直接的影响 很简单嘛 不是这样吗 先减少 对你有立即伤害的那些垃圾 不要制造 那么其他的垃圾 你也不能不制造 因为生活 你就不能不制造垃圾 我们烦恼的心 不能说 那我都不起烦恼 我学了佛都不起烦恼 哪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所以 我们说嘛 但是你要先觉知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没有觉知 你知道 我最终一定要把那个垃圾移掉 我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观念要先有 不然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到处去问 哪一种灭章 灭蜀 灭文 灭影的 比方法比较有效 我告诉你灭不了 你只有灭那个垃圾 一样的道理啊 不然你清不完啊 你处理不完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处就处 垃圾量太多 一下子也处不完 我们也不能说 永远不制造垃圾 也没办法 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先控制 所以我说嘛 第一个要先控制 然后开始嘛 就是这样啊 减少垃圾量 那么每天要努力清垃圾 一方面每天要努力清垃圾 增加自己的界定位 然后来熄灭自己 就是自己要多增长 比如说读经啊 念佛 是让你自己的心力 多一些善的 当你在诵经的时候 至少就算有烦恼 烦恼也不重啊 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就算有烦恼 烦恼也不重啊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够以为 那这样就好了 不是的 因为你重点没有把垃圾一跳 你没有断那个烦恼 它就自然自然会有啊 它只是暂时减轻了 不是没有啊 那你慢慢慢慢 它又会加重 所以你一定要根本 断灭于灭于祸 这种观念是很清楚的啊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观念 你就会在什么 灭鼠 灭蟑螂 灭苍蝇 灭蚊子 然后买香水 可以压制这个味道 就是这样 喷很大量的香水 这味道没有了 那这样就没有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啊 一样啊 那我们要把境界消除 我们就不会有烦恼了 也一样这个道理 没有 你会再遭感另外一个境界来 那所以你如果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苦 这个是缘起最重要的道理 那么大家都必须要知道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很多修行的方法 他有他的独门心法 每一个人都有啦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法 不管你是什么法门 你所有的法门 一定不离开灭烦恼的法门 一定不离开这个 假设没有 你没有引伸到这个核心来 那么你就不可能有解脱有离苦的时候 你的修行就仅仅是 跟外道差不多差不多 只是你念经 外道念 回教徒念可兰经 基督教徒念玫瑰经 那么这个道教徒念玉皇经 他有很多经可以念 那你念金刚经 念完的时候 念的时候都一样 只是文字不一样 声音不一样 合起来都一样 是不是 一样起他 一样起真 也没有 他念完了玫瑰经 他是祈求 上帝 以后可以到天堂 上帝伺服他 那念可兰经 阿拉伺服他 你念阿弥陀经 念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 伺服你 就这样而已啊 你有没有改变 没有 无尽的期待 虔诚的祈祷 只是因为 你相信阿弥陀佛可以 可以加持你 那跟其他外道有什么一样 经典打开的时候 念的是不同的经 经典合起来的时候 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聚夫凡夫 也没有看见烦恼有消除 也不知道 没有智慧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烦恼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痛苦 都不知道 是一样的 那你说 你跟外道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啊 没有差别啊 所以就算你穿着袈裟也一样啊 披着曼衣也一样啊 假设你没有改变的话 没有从烦恼的根本改变 那就是要灭烦恼 那灭烦恼 如果没有灭到根本的烦恼 那也没有 那也是 我们叫做见取 借进取 方法错误了是借进取 观念错误了 那个叫见取 那么见取跟借进取 都来自于什么 我见我爱 叫做我取欲取 就是试取嘛 取就有嘛 所以你如果 比如说 你的烦恼 你的灭烦恼 没有 没有 就是你的修行 没有接触到灭烦恼这个核心 你那个不是佛教的修行 不是 不是顺于解脱的 解脱都不顺了 何况是成佛 那就更不相顺了 顶多只是升天啊 那你的灭烦恼 如果没有 没有 顺于 灭我见我爱的 那个也不可能得解脱 所以解脱于吃爱嘛 一定要在吃 无名 我见我爱上 你烦恼 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灭烦恼 那么烦恼的根本 一定是我见我爱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修行 如果没有透到 无我 那你的修行是不顺于解脱的 是没有办法的 不管你是打坐 不管你是诵经 不管你是词咒 不管你是念佛 那有些人就会说 我没有啊 我是到阿弥陀佛那边才开始修行的啊 我现在 我现在唯一的修行就是念佛 然后真正的修行 要去阿弥陀佛那边才开始 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无量寿经都不是这样教你的 他告诉你要在这个世界好好修行 你才有因缘去到跟佛相应 去到佛那边继续修行 你不是等到 死了之后才知道有什么功德 你不是等到去到极乐世界 我现在在这里不休息 我去到极乐世界 我去到那边 有善知识 有诸上善人 有很好的环境 我就开始修行 没有 你如果这样你去不了 阿弥陀经 不是阿弥陀经 这个无量寿经讲 要具足四种因缘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那你不发菩提心 也不修诸功德 你只是回向花怨跟一向专念 不能往生 多数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因为他也不去读经 也不去了解到底 到底为什么要往生 往生的方法是什么 我常常说 很多人断章取义 整个无量寿经 讲那么多道理 讲因果流道理 讲那么多修行的方法 他都不看 他只看四十八院 四十八院 那么多院 他不看 他只看十八院 那么就强调十念就往生 就强调这样 那么一向专念 十念往生 那么观无量寿经 讲那么多道理 他不听 他只强调十六观 十六观 那么多观 他只强调 第十六观下品下身 五逆十恶的众生 灵命中欲见 这个三知识 来教导他 不妨念我 念不出来 意念没有办法 大声念十声 也可以往生 用这样来强调阿弥陀佛的书圣 佛的书圣不是这样讲的 佛的书圣在引导 启发你的智慧 用你自己的能力 生起你自己的努力 让你具体的智慧去灭你的烦恼 谁也不能带你灭烦恼 谁也不能带你 你只要有烦恼 就会有业 有业就会有罪 佛也不能灭你的苦 在伟大的佛都不能灭你的苦 在厉害 在慈悲的菩萨都不能灭你的业 能力再强也不能灭你的烦恼 烦恼不灭 罪不灭 烦恼不灭 也一定有 一定会造业 也有 他一定会受罪 烦恼一定是自己灭 你也不要一个 我有找一个灭烦恼座 我来灭烦恼 找一个解脱座 念来解脱 不可能 解脱一定要意义什么 智慧 智慧一定从哪里来 有没有忘记 闻思修来 一定是怎样 多闻思维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顺受思维 然后依法实践 归依我们念南模阿弥陀佛 南模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模就是归向依子 向佛学习 依着佛说的方法好好的修行 这个是南模的意义 你南模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保佑我 南模本师释迦牟尼佛保佑我 南模观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不是南模 南模是我向着 南模观音菩萨我向观音菩萨学习 怎么学习记载在普门评里面 南模地藏菩萨是我向地藏菩萨学习 怎么学习记载在地藏经里面 南模阿弥陀佛是我向阿弥陀佛学习 怎么学习在无量寿经里面 他有告诉你阿弥陀佛是怎么修行的 他有告诉你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修行 你都不听 你都不看 你都不想 你都不学 你就要成就 天底下没有这种道理 这个其实就是非因继因非果继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流于这种 就是说 很多都没有牵扯到灭烦恼来了 都没有灭烦恼 就想要灭罪跟灭业 就算灭烦恼也只是希望 有哪一本经来灭我的烦恼 读了这一本经 你像发展到最后 天台中的日连中的 念南模妙法连华经 妙法连华经是成佛的经典吗 那个经体是很有力量的吗 你把那个妙法连华经念一念一念 就成佛了哪有可能 这个有点像 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一样 念南模妙法经可以 只是念佛名跟念金名的差别而已 就那个佛名具有那个功德 那个金名具有那个功德 从日连中的立场上来看 这个妙法连华经这个金名具有无量的功德 你念了你就会拥有这个功德 从某些净土中的人来看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具有无量的功德 你念了你就可以具有这种功德 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念阿弥陀佛就可以 就可以具有这样的功德 那为什么念南模妙法连华经不能有这种功德 那我念南模地藏经不可以吗 我念南模普门评不可以吗 那我就具有观音菩萨的功德 是这样的吗 那不可能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有这种观念 所以缘起是定 所以他这里讲苦 这个就是苦嘛 这个就是疾嘛 就是烦恼总称 这些都是疾嘛 那灭 你要灭必须要有道 就是我们说 那么道简单来讲 就是你控制烦恼的方法 调伏烦恼的方法 断除烦恼的方法 那烦恼从哪里生出来 从六根心境之间 从身心之间 那么根本是这个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戒定位 叫做三学八正道 这我们来讲 这个道 苦极灭道 所以缘起就是四地 缘起四地不是不一样的 只是说明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苦极灭道 要有正确的方法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面 正念 还有一个正经见 正念 正定 他基本上要从这些开始 那我们刚讲的那个就是正见 就是灭阴灭于我 你苦到底怎么来的 缘起就是正见 缘起就是正见 四地就是正见 佛说是苦 真实是苦 佛说急 真实是因 那么你灭苦 一定要从阴下手 一定要从烦恼下手 烦恼一定 不可以离开断我见 我爱 那么如果你的方法 没有办法 或是最终目的没有再离我见 断我爱 那么你是不可能灭苦的 这个一定要 你依正见正思维而引发正与正业正面 这个是深念 那么这边正清静在这里 然后你养成习惯 就是依正见正思维 那么有正与正业 这个其实就是生口益清静 然后这里再专注让你的心增上 精静 正精静 精静也可以骗你一切 正念你所正知的 然后让你的心灵再增加 然后由镇定再引发出世的政见 断烦恼因为顺理解脱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这样你才有办法灭苦 那我们是顺带讲到 吾无名亦无无名进乃至吾老实亦无劳实进 吾苦即灭道 那么 我们来演一本阿含经 咋喊二九三经 叫做空相应延启经 大家讲这个延启的 延启四地的 空相应延启经 我们叫他空相应延启经 咋喊二九三经 咋喊二九三经 我们叫他空相应延启经 其实他没有经名 不过因为他叫他空相应延启 这个延启一定是空相应 那么 其实就是无我了 无我相应 空相应延启经 他说 世尊在竹林经社 那么跟一个比丘讲 他说 我为比丘说贤圣出事 贤圣出事 空相应延启 空相应延启 所谓事事有事事故事事有 这边就是持有故彼有的 那么 事事有故事事起 一般圆起这里讲 持有故彼有 那么另外有一个叫持生故彼生 那有时候会把这个叫做圆起法 这个叫做圆生法 持无故彼无 后面就是持灭故彼灭 持灭故彼灭 那其实是一样的 他有时候会这么讲 持灭故彼灭 这个持故彼 然后持彼 持彼就是无明形式 那么 后面 他说 所谓 圆 圆无明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圆无明形 圆无明形 圆形式 圆寺 圆寺明色 其实这里就是圆无明有形 圆形有事 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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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月 圆丹寺 圆寺 圆四,圆寺 原受爱 原爱取 原取有 原有生 原生老死 悠悲恼苦 如是如是 纯大苦俱解 他说 因极故苦极 因灭故苦灭 这后面很长 我们就不写了 因极故苦极 就讲苦极灭到 因灭故苦灭 所以一定要能够灭那个因 你才能够灭那个果 但是我们通常都不知道因什么 但是就要灭果 那么包括你要有什么功德 你必须要具足有什么善业 那么你善业没有 你只要成就那个功德 就是你没有阿弥陀佛修行的善业 你单单念佛 你就要具足阿弥陀佛的功德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符合原取法的 不符合夜报理则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有愿力 那我只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把他的修行功德给我 这种观念不是佛法 你要记得 那么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怎么修行的 你念观音菩萨 你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怎么修行的 他怎么修 我怎么修 他怎么说 他怎么教 我就怎么修 他把他的修行经验想出来 那么你就就是普门品 他把他的修行经验告诉你 你依着这样修也可以得这样的成就 那你不是 你不照着他修 你只要把他讲过的话 重复的送几遍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成就 没有这种事 甚至你只要天天念着他的名字 意念他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他所得的成就 没有这种事 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的都是这种心态 我告诉你 你要不赶快改过来 那么你都是假名佛教徒 欺骗自己 叫做自欺欺人 你知道吗 你自己被自己欺骗 当然你有可能是因为听了错误的 那你就认为 所以你多数的时间都耗在祈求 虔诚的祈求 那么就算你一直奉献一直奉献 那么一直的修福报 但是你还是没有走到佛法这一条路来 第一个就不符合了 佛是绝的意思 你连绝都没有 不要说就是你那个道没有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因灭故苦灭 他也是在讲这个道理 断诛进入 这个就是道 因灭故苦灭 就是把 因为有这个 所以有那个 把这个灭掉了 这个就没有 把垃圾清掉了 因垃圾而来的 脏 乱 臭 老鼠 苍蝇 渐渐渐渐渐就會消除 虽然短暂还有 因为有遗留的味道 但是因为毕竟没有垃圾 你就是把蟑螂 老鼠 苍蝇 关在那里 他也会想办法跑掉 你信不信 他没有玩劲啊 但是你那个垃圾没有移走 你就是想办法把它消灭 这一批消灭有下一批过来 那你如果没有那个环境 那个是刺耳他的环境 你没有 你就算把一堆老鼠 蟑螂放在那里 就算他逃不出去 出去的也没有人会来 那么没有出去的 会想办法出去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跟断诛进入 你一定要那个方法要对 这个就是道的重要 道 但我们现在有种种的道 但这些道 都不相应于缘弃 不相应于业果 不相应于解脱 我们有种种的法门啊 种种的道啊 所以灭于相续 无明 行 事 明色 六路 处 受 这个叫做相续 一直一直 连锁 因为有业的连锁 所以有苦的相续 因为有烦恼的相续 所以有业的相续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重点在断相续 烦恼要断相续 正面正知要相续 若一日到若七日 他要相续 你觉知要断 你觉知要相续 善法要相续 善心要相续 烦恼要断相续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断诸进入 灭于相续 因为相续就有力量 以身的恶令不生 令消除 未身的恶令不生 这个叫做断相续 以身的善令增广 未身的善令束生 这个叫做相续 你要把这种清静心 你修醒去就是这样 我现在有烦恼 我怎么样让这个烦恼断相续 我现在没有烦恼 我怎么样让没有烦恼的心相续 就这样啊 你现在最重要就是觉察 我现在是有烦恼的心 没烦恼的心 没有烦恼的心 我念佛我相续 我觉照的心 我觉照有烦恼 虽然觉照有烦恼 那这个心是对的 是有觉知心 你觉照就好像 你发现有垃圾 这个心是对的 但是重点 接下来就是 怎么清除垃圾 如果你现在没有烦恼 那你怎么样想办法 让这个没有烦恼的心相续 清静的心 安定的心 慈悲的心相续 如果发现我的慈悲失去了 生起了秤任心 我的舍心失去了 生起了贪心 我的智慧心失去了 生起了烦恼心 怎么样来调伏这个承认心 怎么样来调伏这个烦恼心 你发现我调伏住了 我控制住了 好继续控制 让他越来越少 让他烦恼的次数越来越少 让他烦恼的程度越来越轻 让他烦恼的时间越来越短 那么渐渐渐渐 你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断相续 其实就是要 像受八观在这就是断相续 你平常在五欲之间 平常都是追随的五欲 有一天不追随五欲 怎么样 清静离欲 就是要把你 平常在五欲中 一直习惯的心断相续 其实就是这样 这是离我欲我爱 那你的烦恼不断相续 你的善念 你的清静念 你的正知正见不相续 你怎么可能得解脱 那么当然你说我念佛 我念佛 念佛只是专注而已 你没有修 你没有牵测到断除你的烦恼 那你只是让你的心专注有力量 外道修定心也有力量 你念阿弥陀佛 跟他念阿拉 跟他念耶稣 跟他念阿门 回教徒念阿拉 那基督教者有念阿门 你念阿弥陀佛 声音不一样而已 心态都一样 念完了还是都一样 是不是 那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阿弥陀佛比较伟大 功德比较大 念阿弥陀佛加持比较大 可以得解脱 念阿拉不能得解脱 我告诉你 佛 佛 不会因为你念他的名 就让你得解脱 如果佛有这种能力 你不念他的名 他就会让你解脱 他不用等到你念他 他才让你解脱 不是嘛 他有大慈悲 无言大慈 同底大悲 他哪里需要你求他 才让你得解脱 他如果有这种能力 你不求他 他都主动让你解脱 而不是等到你求他 你念他 求得很虔诚 看在你那么虔诚的面子上 我让你比较快解脱 不是 这个不叫做佛 他只是引导 启发 让你拥有这种能力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 偏向于迷信 那么这种观念其实不是 跟佛教的观念差很多 这个不是牛奶加水 这个已经看不到牛奶了 甚至牛奶加毒了 真的 加了很多抗生素 类固醇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样的观念 如果你现在还有这种观念 你一定要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佛法是教你自己怎么修行的 不是让佛来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 让我们免于重苦的 你要离苦 必须你自己要修行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把这个想完 所以面于相续 面于相续 相续面 事免苦边 就是解脱了 你这个烦恼不相信 也不相信 也不相信 苦不相信 就是生死不相信 相续灭 事免苦边 才能得解脱 烦恼不相续 夜不相续 夜不相续 苦不相续 生死不相续 生死不相续 苦不相续 所以你要灭烦恼 而烦恼的根本 一定不离开我见我爱 所以你种种的修行 般若就是让你离我见的 般若的重点 主要在让你离我见 所有的修行 都是在培养你断我见我爱的能力 你一定要这样知道 如果没有 我告诉你 就是你 你真的就是自欺欺人 你自己也被自己欺骗 然后又让人家觉得 你这样很有修行 整天拿着一条念珠 烦恼也没有减少 整天抱着这个经 在那边读 我以前也是这样 早上读华元经 晚上读华华经 中间还读金刚经 我告诉你 不用功吗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起烦恼 一天拜三千拜 不用功吗 真的 因为没办法 就觉得自己烦恼怎么这么重 一天拜三千拜 后来觉得自己没智慧 我就跟你讲 读了大波罗经 一天读一二十卷 上课之外再读的 告诉你 我们总觉得 我们透过这样的努力 那么佛会加持我们 那么自然会有力量 不是的 你要没有去思维 没有从你的根本下手 他告诉你 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很重要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 五苦极灭道 这里就算苦极灭道 你看 苦极灭道 因祭故苦极 因灭故苦灭 苦极灭道 灭于相续 这个就是道 苦边 苦边 苦边就是解脱 不会再受苦 到边了 到岸了 苦边 苦境就是苦边 那佛法都是苦边 生死边 就是到边了 苦海的边了 就要上岸了 苦海到边了 你知道吗 夜海苦海烦恼海 好 时间到 要往旁边推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以此功德 护及一切 护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伯道 类伍 做好 随便 使用 老人 老人 人 长 老人 人 有 不 啊